说到赵丽颖相信我们大家对她并不陌生 而且在这个圈子当中 一直都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女王 别看她瘦瘦的特别弱小的样子 但是她却是我们心目中的拼命女王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是非常的努力 从当初一个跑龙套到如今一线女明星 赵丽颖也算是励志中的佼佼者了 在2006年通过参加选秀节目 雅虎缩星开始踏入演艺圈 如今看来出道也有十几个年头了 或许在这十几年间的打拼与复出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可是当初刚出道的赵丽颖 因为不是科班出身 演技不行 一直备受质疑 专业能力不足 演技不够 盈宝只能勤勤恳恳 用牡力和行动来弥补 虽然一开始很多人否认了赵丽颖 认为她的形象演不了大女主 而且赵丽颖的个性也是不太适合待在圈中 但是盈宝却很有毅力 在一次次的否认中成长着 并且在一个个的角色中打摸着自己 这样的赵丽颖持续了很多年 直到被于正发觉 赵丽颖才突然爆发 仅仅几年的时间 火到基本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后面的资源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而且也出演了更多的角色 如《花千古》中的小谷 《楚桥传》中的楚桥 到如今幸福到万家中的和幸福等 这些角色成就了如今的赵丽颖 赵丽颖用十几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 也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成功地把自己推上一些女明星的位置 身价也上涨了很多 而出道之前的赵丽颖和现在的赵丽颖 也是变化了很多 从以前的脸庞圆圆的 下巴宽厚 有点婴儿肥 长得很普通 一点也看不出成为大明星的前置 到现在五官精致 皮肤细嫩光洁 下巴也变尖了 充满了高级感的美 不得不说 这些年她真的变了很多 了解赵丽颖的都知道 因为她常年扎根于剧组的原因 所以她在圈内并没有什么好朋友 除了谢娜 何景等几位 而再一次 赵丽颖与几位大花们一同出席了微博之夜的晚会 主办方也是颇费心思 特意将几位知名度比较高的女星的位置安排在一起 但是在这些愉快氛围的背后 却有人偷偷注意到赵丽颖 而杨密妮妮和杨颖是好姐妹 这几位女性抱团取难 看起来亲密无间 却唯独赵丽颖似乎游离在85花的圈子之外 因此大家都纷纷开启猜测赵丽颖是不是得罪了谁 才会导致她出席一些晚会时无人赶上前搭话 后来当网友粉丝们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都有些心疼她 不过盈宝有没有被85花孤立 其实也只是网友们猜测出来的罢了 但就在这时临坐的杨颖看到赵丽颖一个人 就主动向她打了招呼 与她聊了好一会天 看得出来两人聊得非常开心 当时的baby也是满脸含笑 赵丽颖也探出去半个身子聊天 二人看着关系很不错的样子 不少网友被这一幕纷纷感动到 不得不说baby这一波简直很是圈粉啊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